大家好我們是冰東 平常都是杰姬 那今天又來到大家最喜歡的企劃 就是我們這個1112月的景品全開箱 那從這個月開始 我們的景品全開箱都會叫做11 12 所以下一次是12月1月 因為其實景品它的到貨過程 有時候有延遲上面的問題 那我未來決定就是我們根據動漫的IP去做 那像現在韓海宏有新的到貨 那我們上一支影片已經做過了 那一支就會排到12月1月的那一次 去跟大家做開箱 才不會每一次每一支影片 劈啞啞啦一大堆看起來很混亂 那接著就讓我們進入這個月 景品全開箱的Part 2 GO GO 好 那接著要跟各位開箱的是 Bleach死神 千年血戰篇的這個 十天羽龍 然後還有我們最強的一般隊隊長 三本元九齋眾國 那首先帶大家看一看羽龍的部分 他整體上面那種軍裝的硬挺感 又把它做出來 而且針對細節的地方有做出一些 熏黑色的噴塗 把他整體上面那種衣服的材質感 我覺得還原的不錯 像是這個皮帶一些扭扣上面 都有用分色的方式做一些反光的上漆 所以其實整體上面他戰力姿的呈現 我覺得是非常的穩定 那比較可惜的地方是面部表情 其實他這次整體的面部表情 還原度那個神情 我覺得做得很到位 那頭髮就是最可惜的地方 他整體上面沒有做什麼細節 這樣一片一片蓋下來 其實塑料感有點嚴重 但是如果你是這一次 動畫才入坑的玩家 其實這隻羽龍我覺得做得非常的不錯 三本老頭我覺得做得就非常的好 組織改造的戰力姿 我覺得基本上動作選擇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衣服上面 這個大範圍的隊長的這個披風 他整體上面的細部皺的 我覺得做得也很好 用色也用得非常恰當 而且針對深色處 也有做出一些陰影部的上漆 背部的這個一號 他是用塗裝的方式塗上去 所以整體上面的感覺 跟衣服融合得非常恰當 那比較屌的 是前面這根拐杖 他整體拐杖上面 這樣摸起來 有把他那種 木頭的那個質感給他帶出來 那面部表情的發揮度 我覺得做得也非常的不錯 針對一些比較細節的那個老人 的那種細紋 我覺得做得也很好 所以如果 你是這個三本老頭的粉絲 他現在已經不在 你要紀念他的話 可以買一下 接著我們進去下一款 那接著讓各位開箱 是東京復仇者 本月最新推出的工展 那這個系列 基本上你就把它當成DXM系列 去看它就好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角色池很多 然後呈現品質也蠻穩定的 那這一次登場就是這個 凌涼瓶半肩修二 那凌涼瓶的部分 基本上它面部表情的還原度 還有一些衣服的細節 我覺得說做得非常的穩定 那針對一些分色的地方做得也很好 面部表情的還原度我覺得也很棒 那比較酷的地方是他的頭髮 細節上面這個層次皺褶 我覺得這個髮型設計師剪得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你是穩定有在收這個系列的話 我覺得就順著收下去就好 半天就要特別講一下 因為他這個八流霸羅 他們的LOGO上面 並沒有被和諧的問題 所以他的服裝上面 不管是代理版還是日版 都把他特工服的LOGO給他做上去 那他們走的就是一個比較運動服的方式去呈現 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面 不管是從靴子到上衣 服裝風格都比較不一樣 細節的用色跟粉色上面做的 都還算有一定的水準 拉鍊上面有把金屬的質感給他做出來 旁邊的這個小配飾 也有把他的細節跟列印做出來 那基本上面部表情的環度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頭髮的髮絲細節層次 我覺得做得也很好 有沒有把下面這種 比較短的跟上面比較長的 稍微做出一些分別 然後他手部上面的這個髮 也有把他做出來 如果你是喜歡這個反派角色的話 這一次這一集也可以收一下 那接著我們去下一個 好 那接著跟各位分享是藝術王者 第一隻 東京不守者的角色 就是我們mighty 那他這一次走的是一個 比較躍身的姿態 公仔上面 目前看起來 你如果用他官圖的角度去看的話 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你硬這樣 把他轉正來看的話 他面部是稍微有點修長的 看起來比較成熟一點 那基本上細節上面呢 就有這個 藝術王者一概的水準 你看他特工服上面 就會稍微做出一些粗糙面的上漆 然後他整體上面的黑色 也不會是用消光的方式去呈現 看起來是有噴塗過的這個痕跡 衣服的皺褶跟整體的服裝質感上面 座位都會來得仔細一些 然後背部的這個特工服 因為我們這一次開箱是日版 所以你看他就把東京冠會印刷上去 整體的印刷品質也非常的好 T封的這個飄逸感做的也很不錯 那頭髮的髮飾細節 層次做的也很棒 也稍微有做出一些漸層色 那唯一一個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雖然他這個T封是可以穿脫的 但因為後面分件非常大的關係 拔掉的話 那你可能擺放的時候就只能單一的角度去放他 但如果你是Mikey的粉絲 一直覺得沒有景品適合入手的話 這一次這是藝術王者 我推薦給你收的話 絕對不會厚 那接著來到本月的這個青龍珠 首先登場的是這個 薩人之血 布控我爸爸巴達克的超級薩人型態 這一個系列 基本上最大的特點是什麼 他的頭髮一定會做電路色的反光上漆 所以你看他這次整體頭髮那種 冰冰的感覺做的就很好 缺點是什麼 他針對身體的一些肌膚紋理上面的肌肉線條 都會用比較光滑的方式去呈現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上面的肌肉 雖然要把他的切割感做出來 但因為都是光滑面 再加上他肌肉的每一塊比較大的關係 整體上面光滑的那個感覺 所以比起我們常在看那種粗糙面的上色方式 有一些些許的差異 他這個浮光的質感我覺得做得都還算蠻不錯的 他上面這個賽亞人的戰鬥服 細部上面也有做出一些戰純的壓盒 噴色用的還算蠻恰當的 所以這一次這個巴達克 他這個賽亞人之前還說 我覺得還算蠻值得推薦的 因為巴達克的作品 畢竟比較少一些 那希望我們先下一口 那接著要開箱的是 惹出生系列 這個系列已經出到第八了 那這一次登場就是黑悟空 那分別就是他一般形態 跟超級賽亞人逃紅的這個狀態 這個系列基本上 他都是採一個比較戰力之的方式去呈現 但他的尺寸會稍微來的大一些 其實整體的細節上面 我覺得比往常的出生好的非常多 你看他浮到浮上面 整體用那種消光的方式去做呈現 然後上下的顏色去做一個分層 面部表現的環度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姿勢呢 因為是戰力之的關係 其實容錯力是蠻高的 所以這一次這個黑悟空來講 我覺得如果是補一個收藏的話 我倒覺得是還蠻實惠的 那就要我們下一口 那接著要開箱的是 The History Box 那History Box 這個系列基本上 就是推出悟空之前 歷史上面這個 比較著名的名場面 那他這一次推出的就是 小悟空的形態 搭上一個比較主題性的地板 你看他旁邊有做這個 可拆式的這個燈塔 那這個燈塔其實細節上面 我覺得上色做得不錯 他整個白色呢 不是用塑料層色去做他 看起來是有在做一層上機 表面稍微有點粗糙感 然後藍色跟白色的部分呢 也沒有什麼意氣的問題 旁邊這個小束縫的造景 細節的雕刻 我覺得做得也很好 那公仔本體的部分 其實這一次這個小悟空 他除了顏色 有比常規的景品 稍微做暗沉一點之外 其實整體的細節我覺得做得很好 該做的分件跟配件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失誤 面部表情環度也很經典 所以這個History Box我覺得 如果你有這樣順著收下來的話 其實他可以收一個主題性來講 還算蠻不錯的 那就好 接下來看 那接著到各位開箱的是 超戰士烈傳 這個系列也是非常長壽的系列 那基本上他就是搭配一些 比較有動態感 躍動感的姿勢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次 他推出的是我們這個 特南克斯還有這個 孫悟飯的超級賽爾的形態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這一次你看他針對 超級賽爾的頭髮 有稍微做一些反光色的上漆 那他整體上面那個 質感跟程式來的不一樣一些 而且這一次他針對 動態感上面的一些肌肉描繪 我覺得他那種頸身感做得很好 那比較細節的地方是 他有針對像這種頸身符上面 一些肌肉隆起的部分 稍微做一些淡色的噴塗 針對中間的這個熊甲 他們也有稍微做出一些裂開的戰索 這一次這一題 特南克斯跟孫悟飯 我覺得蠻值得推薦大家收場 那就讓我們接下來看 那接著 一樣是超戰士烈傳 那他就是剛剛那個系列的下一代 那這一次他推出的是 達爾跟特南克斯 一個副子組合的感覺 基本上他跟剛剛那隻超賽事長 一模一樣 他在細節上面 有個很嚴重的差別是什麼 他在那頸身符上面 有做出一些淡色的噴塗 結果來到這一次這一集 就完全不見 全部都是用比較單一的顏色去呈現 而且再加上 因為沒有超賽的關係 所以他前面這個瘤海 飄起來的感覺 覺得有點奇怪 不然面部表情的 還原度是還算蠻不錯的 那至於達爾的部分 就比較可惜了 因為達爾這個姿勢 其實也已經看得有點膩了 那目前以這個造型 形態來講的話 也是有點膩了 所以這一次這個超戰士烈傳 達爾跟特南克斯來說的話 這兩題我反而覺得是可以PASS掉的 剛剛那兩題比較好 那就我們接下來看 那接著要跟各位開箱的是 我的一種學院 非常穩定的一個系列 叫做The Evil Villains 那他就是用一個類似DXF的方式 去做推出 那這一次塗皮其實算是復刻款 之前已經出過一題了 那這一次塗皮 他整體上面的細節表現 我們可以大家複習一下 其實這一款景品 他的整體細節做工 我覺得完成度是非常高的 不論是細節上面 做一些配色阿 然後動作的選擇 上面覺得都很好 那塗皮比較特別的地方 他這一次這個火焰的特效件 是用這樣卡榫的方式卡在他的手掌心 那我記得我們上一次開的時候 其實卡不太緊 那這一次的密合度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那整體上面面部表情 懷疑度跟細節 我覺得都做得很好 所以上一次如果你錯過的話 然後一般找到太貴 這次塗皮可以考慮一下 那塗懷絲的部分 就稍微比較可惜一點 因為他塗懷絲的英雄服選擇上面 比較沒有什麼配件跟分色 所以因為景品他整體上面大範圍 單一的顏色去呈現他 整體的那種塑料感 稍微是比較嚴重一點 但是因為他是走一個 比較髒狂的這個姿勢表現 所以細部上面 針對肌肉的這些紋理描繪 我覺得也還算可以 那面部表情的懷疑度 我覺得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這次塗排師 我覺得就是一個 非常評價入手的選擇 如果你有特別喜歡這個角色的話 我覺得還是可以收一下 就定下一款 那接著就是 The Amazing Hero系列連發 那首先登場的是 第20號的這個 向折肖態 那他這次走的一個就是 比較動態 準備戰鬥的姿態 其實細節上面 他針對英雄服這個 戰力的姿勢 做得是非常的穩定 整體上面的皺折 做得很好 護目鏡上面有做出一些 反光色的上漆 這一次比較特別值得一提的地方 是針對他眼神 這種冒血絲的細節做出來 然後旁邊這個地方的那個八痕 我覺得做的感覺也很不錯 封帶整體的飄逸感 我覺得做得也很好 所以這一次這個向折老師來講 我覺得最近的景品 有沒有 越來越厲害的感覺 那叫我先下一款 然後接著是21 上名電器 就是一個比較躍動的姿態 記得英雄服也是比較單調的關係 細節上面的顏色 用的都是比較單一 但針對皺折的呈現 我覺得還算蠻喜歡的 尤其是他上衣的這個夾克 微微飄起的感覺 配上他這邊的皺折 整體的呈現感覺 我覺得很好 那面部表現的環境 也非常的棒 那針對上面那個眼鏡 的呈現方式 我覺得也很好 不會影響到他面部的比例 透光度也是非常的恰當 那比較可惜的地方 是他這一個武器的部分 用的顏色就比較單一 整體性上面就是覺得說 下面要做得很棒 到這地方變成這樣一塊 我稍微塑料感是有點違和的 那頭髮細節表現 也有稍微做出一些 深顯色的層次 所以這個系列 我覺得就是只要你有喜歡 真的入手非常的穩定 那就讓我們一下一口 那接著要跟各位開箱的是 米爾科 那以這一次他整體的 作風表現來說的話 先不要講什麼 你看他這個動作的選擇 那腳開成這個樣子 我基本上就已經必收了吧 你看他針對下面屁股 跟大腿交接線 那種骨勾的那個生物感 做得很好 我跟你講真正的女生 跟腿打開的時候也是長這樣 那他整體上面的顏色 我覺得選擇有點恰當 因為米爾科的顏色 稍微是有點黑肉一些 也不會過黑 接著那種肌膚淡色跟黑色 咖啡的那種感覺 恰到好處 很像牛奶糖一樣 那基本上他整體上面的動態感 然後他針對這個大範圍的下肢 我覺得呈現得非常好 之外 他上半身 豐滿的這個胸部 也有給他做出來 背部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他緊身的 有把他這個背肌的紋理 給他呈現出來 面部表情的這個胸痕感 我覺得也很夠 躍動起來這種頭髮的髮絲 飄逸的呈現感 我覺得做得很好 所以這一次這個米爾科來講 嘖好不好 嘖這個腿開開 可以啦這個腿很讚 那就讓我們進下一口 好那接下來跟各位開箱的是 二十二五分別 就是我們的霍克斯 跟長按踏一 那這一次這個霍克斯呢 這一次他整體上面 雖然皺褶一樣做得很仔細 但顏色選用上 我覺得有點太淡太光滑 那另外一個 我比較有意見的地方是 霍克斯的翅膀啊 其實他在這一個銜接處 那他只是用比較單一的顏色去呈現 這是我覺得蠻可惜的地方 不然其實 面部表情的話 原來杜瓦跟頭髮的髮絲細節 我覺得都有做得還蠻好的 但是呢因為 你不可能一直狂收 所以比起上一次的霍克斯來說的話 我覺得這一隻做得稍微 就是有一點點普通 那長按就做得很棒 他整體的顏色雖然很單一 但他上下半身的顏色 把他做出一些 差異出來 那細節上面針對他這種 他那種兩隻手 非常用力的感覺 透過這個肌肉的呈現 還有他前面這個指節的血管 就讓他整體的那個張力做得很好 他這個影子的呈現方式 設計非常的巧妙 透過下面跟上面兩個卡索 然後包覆在他這個腰間的口袋上 然後覆蓋上去 所以整體上面你不會感受到 他有那個分件感 而且細節上面 他要把那種在漫畫裡面的那種 筆觸做出來 所以基本上這隻長按他硬 我覺得做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基本上如果上一次那隻一番場 你覺得太貴了 這隻長按他硬真的很貴 那接著喔 這兩隻公仔有一個小巧事 我剛剛在開箱的過程中 就想說 你這個底台 這麼多洞是怎麼回事 我還在那邊找 我是不是有掉 沒有 後來發現圖片才知道說 他可以做這個combo 所以官方這種設計 我覺得就非常的棒 因為他一個系列這樣下來 你這樣一路追 你就會收收收收收收下來對不對 有沒有他就蹦用一個底台 有什麼好處 省空間 所以這一次他這個設計 我覺得非常的不錯 希望未來這種方式 可以推出越來越多 這樣我們賣玩具有沒有 買一隻賣兩隻 不收很奇怪 對 可能你這邊那個洞 你不會覺得很空虛嗎 那接著要跟各位開箱的是 23 我們剛剛忘記他了 就我們的禮物麥克風 動作選擇其實就很招牌 跟一番賞其實蠻像的 只是他的整體動作上面 沒有像一番賞的肢體扭曲那麼嚴重 踩的是比較 站立一些些 那細節上面其實跟常規的景品 是差不多的 該有的分色都把它做出來 那細節面部表情環度也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針對上面這個揚聲器的地方 顏色就做得比較單一比較可惜 我其實其他的地方我覺得做得很好 那在這邊跟大家補充一點 就是他這個眼鏡 不要叫拆 不要叫拆 他這個眼鏡做得蠻好 所以不要叫拆 他眼鏡上面的上色 有用反光的上去去做 所以我們不要拆他 我們輕輕的把它掀起來就好 斷了 沒 啊 對啊 對啦 那個聲音 好啦 那既然都斷了大家就看一下 他眼鏡掀起來的時候下面的眼睛也不馬虎 神情做得實在是蠻好的 所以這個眼鏡 你剛好這樣可以卡回去 拉回來 就有一個替換的感覺 很棒 所以推薦大家 有這一支禮物麥克風回去的話 每一支都可以把它拆斷 那接著還是Amazing Hero 但是這個系列比較特別 他叫做什麼 Amazing Hero Plus 為什麼加上這個Plus 因為他這一次整體的 綠骨的動作設計上他多了特效件 好多了特效件 就可以再來練一次 但是呢 其實他整體的細節 我覺得做的一樣好喔 他針對像下半身的這個靴子的部分 然後到上半身的衣服 整體的細節呈現上面 沒有那種以前今天很常看到的一期 細節的用心程度 你會覺得是給過的喔 那最屌的是他這個面部表情的感度 他那個用力的感覺 非常非常的棒 然後細節上面呢 針對頭髮的髮絲上面 又做出一些顏色的分色 他這個踢一腳的特效件 當初我在看的時候 覺得很像口香糖 但是其實看到實體之後 因為他鞋子的前端這邊 的方式做出一些 跟特效件一樣的顏色 所以他那個延伸感 我覺得做的就比較好一點 所以如果你不仔細看他的話 其實Amazing Hero Plus這個系列 如果你覺得 Amazing Hero太無聊 或是站立志的話 其實未來可以關心一下 所以他就一直出下去 每一次都給他有那個招式的感覺 大家可以追一下 那就我們今天下一回 那接著要跟各位開探 是今天最後一部送慢 關於我展身的史萊姆這檔事情 那首先登場的 就是他們的D超F系列 他們就叫做異界四人 還是異世界 尷尬 他是異世界人 關於是史萊姆是去異世界 那這一次他登場的 就是我們的反派 拉普拉斯跟科雷曼 其實這個系列 他的細節做的也很不錯 面部表情的神情 懷念度也很好 但是如果你要追求他 有什麼太多的服裝質感 沒有 他基本上就是很標準的一個姿態 你就喜歡這角色 他沒出別的你就收 他就是很標準 不會很沾空間 大條尺寸也OK 但是你要追求他 很動態啊 跟原作裡面呼應程度很高 沒有 那就是一種類似收集圖鑑的感覺 那拉普拉斯的部分 就因為服裝層次比較多 所以看起來會稍微豐富一些 那目前看起來其實有感受到 近期官方真的是有在進步 像以前他這種黃色 一定會有意氣跟毛扁 那目前看起來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嚴重的問題 面部表情的這個面具 他是用挖空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面具底下是有眼睛的 然後他頭部的這個有點像是死神裡面的破面 的這個上色 是用一種比較暗白色的方式去呈現整體的質感 還算蠻好 所以這次這一組 這個 異世界人 想收圖鑑的話可以關心一下 就要我們去下一款 那既然會不會開下的一樣是異世界人這個系列 那他這一次登場是我們的當家主角的利姆路 我又寫一個特別色彩 因為這一題公仔其實之前已經出過了 那時候我就大肆吹捧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他這種底台 然後竟然他有特效件在延伸到公仔的感覺 我覺得就不會讓你覺得他的底台很佔空間 那這一次他的特別色彩做得非常的漂亮 除了他下面變成紫色的呈現之外 他最漂亮的是他身體的部分 你看他大範圍用這種電鍍的上漆方式去呈現 他披風的那種飄逸質感做得更好 他旁邊這兩個圍巾的部分 也有做反光色的上漆 頭髮的髮尾 也有做出那種淡藍色的半透明的方式去呈現 然後他這一次的整體上面是走他那個 大閒者型態開眼的狀態 所以整體性上面配上這個反光色的上漆 其實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例如如果刀子跑去哪 在這邊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我們剛在組裝的過程中 我覺得他這個刀子有點歪歪的 想說幫他這個敲一下 一個不小心就斷了 因為他這個刀子 你可以看他整體的材質 用的是比較透明件的方式去呈現 那他就會不同於我們 平常常見的這種PVC件 他會硬一點 是很脆的 那剛好他的這個銜接面 這個地方又是變比較細 所以你剛就直接斷掉 不然你看他這一次其實 連刀子的部分 顏色都是用比較深藍色的方式去做他 所以一體性上面你看 電鍍色再加特效件再加半透明件 公仔非常非常的划算 所以這一次這個異世界人呢 利姆路我非常推薦大家入城 就要進下一口 那接著要跟各位開箱 就是我們這一次 為什麼把轉身時代有放在壓軸的原因 因為這一套公仔他配合電影版的推出 有做這個系列 那這個系列他的定價一樣是景品的價格喔 首先你光看他的盒繪 一個造景配上公仔的本體 就覺得非常的漂亮 打開之後 本體做的也是非常的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大鬼丸 飛色的部分 你看他整體的細節上面 針對這個勾玉 用的這個材質 然後到這個肌肉的紋理 還有細節 還有衣服的上色上 我覺得做的非常的好 重點是面部表情的還原度做的很棒 頭髮的髮絲細節做的也很不錯 然後最屌的是這個紅丸 因為紅丸就是有那種武士的感覺 配件非常的多 你看他身上這些金屬的配件 都有做反光色的上漆 然後針對這個披風的部分 也沒有什麼義氣的問題 這一次他的上色品質 我覺得做的很好 那面部表情的還原度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針對他這個刀鞘 跟刀身的部分 也有做出反光色的分色 而且刀身是我覺得做的最屌 他有那種反光的上漆去做噴土 整體上那種鐵打的感覺 做的就很好 所以這一次這兩體來說 哇我覺得真的幹 不是不是幹 哈哈哈哈 哇好多發張話 所以這一次這兩體公仔來講 我覺得哇 轉身史萊姆不要再收什麼 異界四人 不啊異世界人 這個系列 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入手 結果去下一款 那其實我們會開箱 跟剛剛是一樣的系列 有沒有 盒子超漂亮系列 因為他上面沒有寫他的名字 都有配合角色的本體 去做出他這個場景 那最大的重點是 你看他整體的尺寸 其實就有點像到 藝術王者的那個等級 比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異界四人來的大一些 那這一次我們要開箱的就是 蒼蠅跟這個 迪亞布羅 那首先我們看到蒼蠅的部分 他剛剛的紅丸差異就很大 有沒有 紅丸就是屬於那種 在前面坦的戰士 那蒼蠅就是那種 比較刺客的感覺 所以他整體的顏色 用色上面呢 除了本身的深藍色 就一定很有隱密感之外 他其實沒有太多 反光的配飾在上面 但用色上面一樣不馬虎的 透過圓形的 皺複雜度 把他的層次感帶出來 那他唯一比較特殊的上色 是在他背後的這個雙刀 你看他刀鞘上面 金屬的顏色一樣 要把他做一個分色的上氣 刀柄的部分一樣 有把他做特別的上色 而且刀身的部分也做得很好 面部表現環度非常的帥 然後頭髮細節表現也很棒 好 那接著來到這個 原初之黑迪亞布羅的部分 他整體的 臉的比例比較修長一些 然後細節上面 他針對這種 直式的服裝配色上面 我覺得做得也很好 主要是動作選擇很漂亮 在配搭他這個 你在開外包裝的時候 稍微就有給你那種 場景的帶入感 然後你再拿到公仔本體 沒有歪 細節上面其實做得也很好 來說的話 你覺得那種很驚豔的感覺 所以這一次 這一組 轉身史萊姆來說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之前 還沒有收眠補到的話 這一次這四支 我都非常推薦大家收藏 那接著讓我們進入 今天最壓軸的最後一款 好大 好 那其實是要跟各位開箱的是 Relecting Time 也是我們本次的壓軸 那至於為什麼 會把這個系列放個壓軸 想必大家 應該是不用懷疑 因為我希望在這個 歡樂的氣氛底下 迎接我們的結尾 不然我們這樣一路開下來 大家應該會發現 後面幾隻我會變面鬥皮胎 形容詞的重複度會提高 我想已經拍到有點累了 所以我們要靠這個手尾 讓我重新燃起這個笑容 那這一次登場的 就是轉身史萊姆麵 我最喜歡的角色 就是這個子怨 它這個中路 中路很開啊 那這一次的動作選擇呢 就是踩一個 休息的方式 然後圍靠在我們這個 利姆路上面 那它這一次整體 利姆路的做工 其實跟上次是一樣的 就是用這個半透明的方式去做它 子怨的部分 不過你要帶大家特別看一下 它這一次整體上面的用色 非常的心機 因為大家常說 一白遮三重 所以它這一次這個 整體上面的膚色選擇 很厲害 它用在那種白裡透紅的感覺 去把它做出來 針對大腿還有一些地方 還有那種膚色上去 去把它帶出它整體 那種女性的那種肌膚質感 吹彈可破 看起來非常的可口 那上半身最心機了 所以它這一次就是 穿著比較寬鬆的衣服 而且它整體的這個胸型 非常的飽滿 非常的挺 保養得很好 很想 不是嘛 這個 這個可以想給它揉看看 但是是硬的 比較可惜 所以它這一次整體的選擇上面 我覺得這肌膚做得很好 光它把這兩個胸器做得很棒 而且是因為它不會像假奶 假奶很硬 所以就會很挺 它這一次做的時候 有點像半橢圓 類似木瓜的感覺 又把那種脂肪的垂墜感 給它做出來 那種自然的脂肪的感覺 我覺得做得就很棒 那基本上面部表情的還原度 沒有什麼任何的問題 頭髮的髮質細節做得也非常好 用彈色器去做呈現 以前 我們是不是如果看它 腳這麼開 然後有這個衣服蓋下來 我們就會覺得 沒料 沒膩褲可以看 錯了 哇 這個系列很棒 你看 它這個衣服是可以這樣給它掀開 用力到手都斷了 等一下等一下 段光媽 段光等一下 等我一下 笑死 太興奮了段光媽 哇 等一下 可以直接掀起來 下面又要把內褲做出來 可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它這個內褲分級就比較低 然後真的就是比較單一的顏色去呈現 沒有做出什麼凹凸的細節 所以以這一次這個子願來說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太想哭了 哇這 等一下 反正就要我們進結尾 等一下 在進入結尾之前 我要先跟各位 道歉 對不起 我是冰凍狼的剪輯師跟攝影師 那因為我的一些個人操作上面的書師呢 導致了部分片段的遺失 總共有四隻公仔 大部分的公仔素材都很幸運的保留下來 那接下來畫面就是你們看不到這一滴了 也聽不到它的聲音了 那就請容許我這一次用素材的影片跟照片 向你們展示這幾隻公仔 再次跟各位說聲抱歉 好那我們進行下片段 如果要東西給你們看 下面一次就不要忘了 我怎麼看 即可 再一次 其他的 贴 又太大了 等一下 那以上就是我們本次 是針對十一十二月份的景品圈開箱 大家看這個桌上 我們就來看我們挖了這個坑之後 再加上我這麼忙 以後會變成三個月一次 然後這個桌子就直接整個滿起來 所以如果喜歡的觀眾朋友 拜託幫我們大力分享一下 我有承諾過各位 只要我還有時間 我就一定會跟大家做這個景品圈開箱的分享 可是不得不講 以這一次開箱的品質來說 傳統其實之前幾次我都會覺得 Ben Cristo這個場子 他因為都是熱門東邦的關係越做越爛 常常推薦大家開始去搜妹子公仔 但是這一次他算是有扳回一層 不知道是我手機比較好還是怎樣 這一次開起來的公仔 基本上沒有那種很嚴重的疫情 或是品管上面的失誤 基本上給到我手上的公仔 在你的視覺面積底下 都不會有那種你看他會覺得 哇 非常矮眼的那種失誤 整體性上面的完成度都很不錯 水準也很好 而且他針對角色的細節設計 甚至一些新的系列上面 我覺得那種完整性跟連貫度是越來越棒 他開始有抓到那種 大家會去搜景品的口味 因為會玩景品的玩家 他一定不是一隻一隻搜 他一定就是一個系列一個系列玩 可能每個月就固定買幾隻喜歡的 來開開箱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這一次開箱景品 就有給我的那種驚喜感 因為他至少針對每一個系列 他的這種設計方式 一些巧思在裡面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的新穎 那這一次令我覺得最特別的 大概就是他這個設計模式 底台組合在一起 那我相信很多在收藏景品的玩家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是他那個黑色底台 所佔的範圍面積太大 導致在擺放的過程中非常的礙事 可是你不用他又會倒 所以我非常推薦官方以後 都可以多做這種方式去呈現 那這一次轉生史萊姆的部分 表現也非常的好 所以目前的這個景品 先看下來說的話 我覺得反而明年度開始好不好 雖然景品有稍微漲價一點點 但我覺得他的品質 也有跟著漲價 難怪一番賞真的會越來越糟糕 因為坦白講景品做到這種程度 你說一番賞有沒有好一點 當然有 他材質上面一定會好一點 但是為了好那一點點 添那麼多錢 我覺得大家應該會斟酌很多 我覺得以目前景品開箱來說的話 我覺得從明年開始 大家可以重新的 再回到景品的環保便宜 秀個大碗 開箱的驚喜感也有 在這邊推薦給大家 那如果不喜歡的影片 參加按照電閲來留言 別人有什麼看法 我不要再講說 你們有什麼想看的 不要再敲了 我就是從幾支將敲到變成這樣 所以我不敢再講這句話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想看的 不要私訊我 去查查看有沒有什麼別人有開 大家好 我是B 動了 我是JD 我們下一次影片見 掰掰 講一講以後變拍電影 真的 講一講以後變拍電影 被一直騙 景品想像一個小時